歡迎小琪哥來消心音樂日常 嗚呼 天王叫到 嗨大家好 我是任仙星 那小琪哥最近在忙什麼呢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情況嗎 最近完成了齊醒的綜藝節目 然後剛剛從川藏縣禮堂回到了台北 那你在前陣子也錄了披荊斬集嗎 跟新的綜藝節目 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披荊斬集的舞台令人震撼 因為每一場都像Mayday的那種規模 幾個哥哥們大家住在一起那種吃喝拉撒睡 大家都在一個宿舍裡面感覺很特別 好像回到了學生時代 所以你跟蘇我們一起拉 吃喝拉撒睡 沒錯我們四個人一間宿舍 然後只有一間衛浴 然後大家輪著用 所以那種生活習慣的磨合也很重要 常常有人打呼啊咬牙放屁啊說夢話 通常都會有的 你可以說是誰嗎 這裡不方便說 為了保持我們哥哥們的形象 最近推出的新歌 在路上也滿像我的人生 目前也一直在路上奔走 不同的時間段 不同的年紀 不同的人生資歷跟樂歷 都會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滿像我現在 還是在人生演繹工作的路上 不斷的往前奔跑 所以滿立志的 然後也滿有一種 可以抒發當下的情感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新歌 在路上 那最近不是很流行的詞叫回憶啥 那對你來講 出道以來最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出道都三十幾年了 其實我應該算是90年 還在讀大學的時候就入行當歌手 然後大學拖拖拉拉念了六年之後 到了97年我才真正唱到了心太軟 然後被大家認識跟被大家接受 成為一個有代表作的歌手 所以我覺得印象最深刻應該是在9697年 心太軟發行的前後 對我的人生轉變非常的巨大 那個時候最繁忙的時候 到處不停的去宣傳啊 工作拍攝 我有幾次在飛機上睡著醒過來的時候 突然間忘了我要去哪裡 幾乎每天都在打包行李然後換地方 除非拍戲 機場比家裡還要那個 站的時間還比重還更大這樣 行李永遠在路上 行李永遠在路上 然後不斷的去更換 然後有些時候會回來換一些換洗的衣服 換季節 因為有的地方那個氣候溫度都不一樣 我印象中有一次我在馬來西亞的雲頂演唱會 那時候36度左右很熱 一唱完演唱會馬上轉到下一場演唱會 在哈爾濱 那個時候是零下29度28度 所以那個落差快接近60幾度 我在馬來西亞上飛機的時候 我抱了一件大羽絨服 因為我怕一下飛機會冷 然後所有機場的人看到我抱了一個 連身的那種長的那種大羽絨服 都覺得 這個人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今天準備的討厭叫做 在路上大會考 那我們準備了32挺的MV截圖 天啊 我也要想一想看 這是對折我記得 因為那些 我記得溫度也有點冷 導演跟我說 有一個儀式感的那個 叫我穿好看一點西裝 我就把我那個Dio的穿去了 那句話是Dio的 就下水了 我聽了啦 然後直接導演說 你要跳到海裡 我說蛤 你也不著想 我再便宜一點就好 這竟然是Dio的 好歹也是跟我去參加 威尼斯營展 我記得是威尼斯營展 那你有記得你下水 是要為了拿什麼東西嗎 我記得下水是 抱了一個那個 應該要怎麼講比較文雅一點 就是女主角的骨灰潭 對 我還問導演說 這樣環不環保 導演沒有回答我 我想他意境嘛 反正是MV假的 然後浪漫一點 還好 你好像沒有打開 他沒有打開 對 手環保 欸 又是水 哇 這個我印象中很深刻 這應該是 任逍遙這個 爆破了海的那個 因為 任逍遙那個 我記得我印象中 大概MV我臉都是浮腫的 因為 我幾乎沒有睡覺 從台北連夜坐 七八個小時 車到了墾丁 然後導演一來 第一個鏡頭 我梳化妝好了說 你就下去 然後後面 後面一炸 你就要躺下去 我說那我不是 從頭又要梳化妝一次 謝謝我們的金卓導演 我一直 哇 連導演都記得 欸你有沒有發現 導演很愛叫你下水 對啊 為什麼 他常常叫我脫衣服 然後有些時候因為 宣傳期太辛苦了 沒有鍛鍊 然後肉都那種 泡泡的 白白嫩嫩的 而且燒起來不能燙 對 一點都沒有什麼 健碩的身材的感覺 像中這個後面炸了三個很大的炸藥 那個爆破師我也認識他 那個浪是炸的 我以為他是噴起來的 他是炸了之後 你看他冒到煙 但是後面的海浪蓋過來 那個地方在那個洛杉峰最搶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也是蠻辛苦的 下一集 又是誰 真的就像你說的 真的是在脫衣服 這個MV從頭到尾 好像就只有一個光膀子的傢伙 然後我記得是哭得痛快吧 對 答對 好厲害喔 不瞞你說那個天很冷 然後導演就這樣 我要理你 這個MV跟一個男人的眼淚 是同一天拍的 喔 一個男人的眼淚 好像從頭到尾 都是這樣 然後哭個痛快 還有一些走來走去在 這好像在華山文衣衣文中心 會不會當初 他說造型是懶得借衣服啊 也不知道 還年輕還可以脫 還有青春的肉體 可以讓大家看 現在可能比較難 我現在也 現在他可以這樣脫個痛快 現在不流行這個 現在不流行這個 好 下一集 又是水 而且又是洗澡 我是暴露狂 真的耶 早期導演當然是把你當成什麼 女星寫真嗎 這是我是一隻魚 對 那麼厲害 導演就 莫名其妙要叫我要淋浴這樣 真的他都不用裝髮耶 裝髮都浪費時間 你裝髮去 然後抽一下就沒了 對 所以我幹嘛裝髮呢 真的 裝髮完就淋浴 然後又重新再來一次 我不知道化妝髮型師是不是算一般 然後一直弄一直弄都 不用再加錢 真的 沒錯 其實我們等一下這裡會灑水 哈哈哈哈 下一題 欸 不一樣的不一樣 這很簡單吧 你這個不動產 你公司不知道他在不在 哈哈哈哈 我記得是對面女孩看過了 然後那個時候 我的造型還比較日本的那種 什麼文青頹廢 那種感覺 所以 就MV對我來講 其實拍的也很簡單 可是就是還蠻 蠻有意思的 誰提 欸 難了吧 喔這個我記得 什麼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這已經摔成這樣了 沒有臉耶 掉到浴缸了 那個字我好像是 飛向自己的天空了 對 打拖 怎麼可能 其實這MV我很少看到 我只是有一個 我以前的 這個MV裡面出現的 樂團的團員 他們有一天 復古懷舊的 找出了這個MV 然後問我說 為什麼我要躺到浴缸裡面 還沒有水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有些時候 不要幹一些傻事 然後無厘頭 你覺得當時覺得很酷 現在長大之後 發現是很無聊 這感覺看起來沒有很酷啊 這不開始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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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裝跌倒 跌到那個浴缸裡面 然後裡面還沒水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 下一題 喔這個 這是傷心太平洋的 哇塞 就腳本我寫的 所以我很記得清楚 因為以前小時候 跟那些兄弟哥們 他們胡鬧鬼混的時候 會偷看人家尿尿啦 或是抓人家 會抓人家要害 你現在還會嗎 我們不會 我還問人家說 女生會不會 抓對方的那個 女生怎麼抓啊 女生是要抓啊 女生是要抓啊 對方的胸部還是什麼的 因為 小時候你知道 男生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開玩笑 都會打人家那個要害啊 那種脆弱的地方 所以這一幕是你特別安排的 我問我身邊那些 我的保鏢啦 我的助手說 你們還會玩這個 他們說還是會偷看 對方洗澡什麼 他說他的一個長輩都80歲 還跟他玩 也是玩這一招 所以你在錄哥哥的時候 該不會這樣玩的啊 哥哥 我們是斯文人 我們比較不玩 哈哈 好來下一集 好下一集 唉唷 這個我有點想不起來 這個女主角 因為我很認識的 就是 李祖寧 這摩托是當時我打工的那個 樂器公司的同事的 因為我本來想要去改一台那個 感覺好像是那種 有沒有 哈雷德福森那種 高把手的 不知道是再問一次還是哪個 再問一次的 欸 對了 你人生第一支MV對不對 對 你看我還是俊俏的那種大學生 那個是我剛簽約 我還是大二兒學生 我記得 好啦沒有差多多 現在 對啊 很像 唉 下一集 青春的嗜血 六四車 又是車 你們怎麼這麼 這小雪啦 哇 那麼厲害 你們是在澳洲拍攝的 你唱小雪 然後在沙漠地拍 對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當時有問導演 我說導演 那個我的歌叫小雪 他說小雪可以是一個人的名字 說真的 小雪也是 真的是一個小女孩的名字 對 然後只是剛好 天空飄起的小雪 然後有個節氣的叫小雪 然後覺得這樣蠻不錯的 這個是我當時拍了一個網路公司的廣告 他當時說要有國際觀 所以我們拉到澳洲去拍攝 然後他之後我喜歡賽車 就用那個拉力賽的 一個場景來作為 男性想要去征服這個世界的一種企圖心 喔 記心得好好喔 太好了吧 下一題 好 喔 不一樣了 正常的吧 這不相信媒體都打不 好像是什麼 哎呦我的天啊 不是 終於不對了 終於不對了 拯救新田 不對了 其實是耶 因為他拯救新田後面是 對 沒錯 對 下一題 下一題 這個是棒球 應該就大家知道 我小時候是打棒球的 這就是棒球的那個球哥 再出發 哇 對 這個那個最好猜吧 對 我們特別選了這一幕 你們是截圖 欸 難了吧 現在開始合作題了 這個 這個是新潔跟我 欸 這個你們沒有截那個 我們的國際天團 Mayday 他們在裡面 沒有在裡面 天啊 怎麼辦 我們直接跳過耶 有機會 這個很... 那時候才剛出道吧 他們還沒出道 那時候 真的就是遺忘耶 對不對 太素了耶 剛好Mayday那時候 跟著我在巡迴 然後 然後我們拍MV的時候 就說 欸 把Mayday都叫來 然後他們很奇怪 就是都戴了假髮 那種P2的假髮 然後我記得阿信啊 誰都戴大墨鏡 我說你們這樣 誰認得出你們啊 他們說 我們就是要人家認不出來 因為當時家裡 還反對他們玩團 所以呢 他們都變裝了一下 所以很多人 每次看我都問我說 這是MV裡面 那個團是誰啊 我就說 那是Mayday 他們都不相信 後來慢慢截圖才認出來 那到底是誰啊 你放那麼久 一個風暴 欸 對 答對的風暴 太停 欸 又是一個合作 然後這個 後面那個爆炸頭 因為我 後面那一尾毛是什麼啊 這是我的玉女歌手 蘇慧倫 OKOK 他那是什麼東西 爆炸頭 然後後面那個金頭髮 那個擋住的人 那是羅百吉 哇塞 最早的嘻哈教父 為什麼我會記得你知道嗎 因為 最近不是說唱很流行嗎 然後大家都在追 真正早期在玩說唱的是誰 有人把我挖出來 就是OKOK那段我跟羅百姓 rap 你這是第一人 七座 七座 沒有最早的 我要坦白跟大家講 最早 真正錄下來 唱 rap的是 應該是余澄慶哈琳哥 報告班長 之前還有一個週末派 哇塞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比他還早在玩rap 但是我沒有錄下來 我在當DJ的時候 我寫了一些rap 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 我在幹什麼 要偏鼠來跑嗎 走比較前面 那個時候rap比較像鼠來 我常常問現在的新的rapper 不管是什麼 Ice啊 什麼小鬼 我說欸我們當年那個rap 你們聽了怎麼樣 他們大家都 不敢表現 又不失禮貌的微笑 感覺很像 快要嗤之以鼻 我直接很明白地跟他講 像不像鼠來寶啊 繞口令 他們說 那個時候的年代 比較old school 不好喝醉 好下一題 唉唷 這個難了吧 我這是Karen欸 對啊 好像是愛我愛我 哇 你們知道我為什麼這麼熟嗎 因為之前我去滾石唱片 錄了一段 所有MV的那個介紹 蛤 沒關係接下來就完了 我記得導演是林景和 就很末世紀 頹廢 華麗 沒有明天的感覺 那你們一向在哪裡拍的 一個廢車場 欸真的欸 因為我 Karen穿得很漂亮 然後在廢車場 蚊蟲又多 然後呢到處都是 雞油漏油的味道 你為什麼她摸那個 末尉的腿 是不是太美了 導演 蛤 叫我要挑逗她 然後呢 那摸結底板也太妙了吧 因為那個 她的每一腿大家都知道 Karen的每一腿 然後她腳 剛好穿了高跟鞋 在鏡頭前面 我就從上面這樣摸下來這樣 但我很禮貌 我沒有亂摸 你大家相信我的為人 因為我也不相信我自己 哈哈哈哈 好 下一題 欸這也是合作喔 但不知道跟誰來猜猜看 這是水晶啊 跟徐懷玉的 真的 哇 那個雙半其實我是 在琉璃琉璃工廠裡面拍攝的 很日子氣耶 我那個夾子是夾斷那個 琉璃玻璃器皿的那個 切斷器 因為太熱了 不想要梳化妝 所以我包了一個頭巾 下一題 唉唷 一直包頭巾 哈哈哈哈 這個是不堪回首的 應該是奔向彩虹這種 對奔向彩虹 你好厲害喔 因為那個衣服是當時 我當時第一張 還有這一張 還有這一張 個人專輯 穿的衣服都是我自己的 因為我 那時候還在讀大學 然後沒有製裝費 新人 什麼條件都比較差 這件衣服我印象中 是在天母的外銷成衣店買的 我當時去買的時候 我都很好奇說 為什麼外銷成衣幾乎都是條紋的 然後我上電視的時候 他們都跟我說 現在不要穿條紋跟格子 他們說那個 畫素會產生一個跳格子的 花掉的感覺 下一首 下一首 難了 終於有 小琪克的表情 終於在Loading I feel good對不對 對 你竟然好像五一五一之類的 你們幹嘛找這麼 讓人不堪回首的M1 這樣子才可愛 在路上嘛 為什麼我會記得 是因為他那個中分頭 我很少中分 你是後來就說 他都不准他給我用這個造型 我像是一個油膩的那種以前 民初那種掌櫃有沒有 掌櫃的 對啊 或是一個頑固子弟 那種花花公子有沒有 是那種 這個 這個因為我之前介紹過 大家看這個畫面裡面其實 充滿了回憶 但是有點感傷了 因為裡面有兩個 我的好朋友都走了 小鬼跟龍翔 然後那時候是 永不退做的MV 是用來 跆拳道 那時候因為 我們成績很好 在奧運 世界杯得了很多 很好的成績 所以 拿來當一種 勵志的運動項目 所以我印象中 那時候我們在 一個 台北會館 然後 就拍攝 跆拳道的一些 訓練的那個過程 還滿好玩的 這支MV 旁邊那是李聖傑對不對 對還有李聖傑 裡面還有一堆滾石石兄弟們來幫忙 會不會有五月天嗎 會不會有五月天嗎 沒有沒有 湊在裡面 又沒有被發覺 裡面有一個動靜樂團 喔 對 這支是MV嗎 這支是MV喔 這不是演唱會的那個 哇 連演唱會都 那還是說是用演唱會的東西來剪 對還有剪成MV 有剪成MV 旁邊那是誰啊 婷婷啊 對啊 那時候 還是MV破壞力量 這個MV是什麼 來了來了 終於有難度了吧 終於不知道了 喔 好像是任性吧 對 對 那你印象導演是誰嗎 柯夢 喔 對對對大頭 大頭導演 現在的鬼 最近很紅 對啊 看會想要找你去拍鬼片嗎 他的舊三部曲 可能太貴了 他可能 負擔不起 但是你正氣太重了 根本沒有鬼的感覺 連活母都怕你 我就是鬼 好 最後一題 喔這個我知道了 這個是很難耶 這只有一隻猴子耶 這個是我們 最近剛拍攝的在路上 喔 對因為 我有問導演說 欸我為什麼沒有看到這隻猴子 他說因為我們拍攝的期間 沒有那麼好等待到 所以他把他之前拍的資料片拿來當我們的片花 你是有跟牛交會而已嗎 我是有跟牛 沒有 好囉 那個MV題真的是滿親 完全答對對不對 對 全對 輕鬆過 其實MV有很多拍得很辛苦的 這個都會記得吧 好那現在我們就開始進行那個電視劇跟電影題 還有啊